嗨李,我现在很快的教你怎么把你的照片修正 然后就去Photofunia制作成特殊效果的照片 我用的软体是叫做Photoscape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免费下载 然后下载好以后就可以开始用 然后就去Editor 就去Editor,然后就去找你要修正的照片 我去放在Desk上面 就用这一张好了,你寄给我的 然后我们现在只需要你的部分 所以就把它Crop掉 把不要的Crop掉 然后你就按一下Crop 然后左边的Mouse键 然后这样子Drag over 看你要多大,就框多大都可以 然后这样子你还满意了以后就再回去Crop 然后就剩下你要的这一部分 然后你还可以顺便利用它里面的 已经是有的那个function 来把照片弄得比较亮一点 或者是暗一点或whatever 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比较有点清楚一点 因为你的照片原来不是很清楚 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变得更清楚 Anyway,动好了以后就去Save 然后就Save as 就随便给它命的名字 Test5 然后我要放在Desk上面就比较好找 然后就Save OK,它就告诉你的照片有多大 就OK 然后就把它关掉 然后就去找我们的Test5 Right here 然后现在我们要用这张照片去Photofonia 去制作特殊效果的照片 So we need to go to internet OK 然后我们就去Photofonia的website OK 这是它的website 你可以在电脑上做 也可以在你的iPhone上面做 你去iPhone上面做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iPhone store to download Photofonia的application OK 然后这边是它所有的这些特殊效果的照片 所以你就随便选一个 这选的太多了 蛮有意思的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 虽然越来越多 So it's really fun 然后我们就选一个好了 选哪一个 OK, how about this one OK 然后这是它的sample的be 然后过来这边 你就Choose file 然后就去你找你的照片 Browse 我们照片在Desktop上面 OK Desktop 然后你就找你叫做Test5 Right So let's go over here Click on it And then open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 你的照片适不适合 看这边 它的这个范围只有那么大 所以你必须要移动一下 如果太小的话 就表示说你的照片不适合 还要重新再去修正 OK 这个勉强 然后就先让你看怎么弄就好了 然后是有点太大了 然后你这样子做好以后就都没有问题就够 它就来帮你制作 And then 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你觉得很满意的话 你就去这边save起来 然后它问你是要regular大小 还是要你自己去设定大小 你就regular就好了 And then 这边它 这边是我自己的那个tool吧 那 我就save 我通常save 这边save了以后 就是去 通常save到我的那个 Desktop上面 所以我就今有了 我就把它关掉 I'll see it right here OK 这张就是我们刚刚save做好的 And then you can upload to Facebook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ith it 然后你也可以重新把它命名 Right click 然后 Rename 然后就 Test 5 OK And它说你已经有test 5 你说 OK Or no Whatever Test 5 2 So that's it So如果你要去 把它放到Facebook上面 你应该知道怎么弄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问我 所以 现在就可以去 练习练习 然后 蛮好玩的 OK 有问题再问我 Bye